MTV新派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今天他们现在已经在路上 马上就会来到我们这一会见咯 你好 我们来了 我是Yunique MTV新派我们来了 你好Yunique 我是Yunique 我们现在就终于去MTV拍摄机场 MTV拍摄机场 1 2 3 Yo 没错今天做给我们Vivo智能手机 MTV新派的嘉宾就是亚洲人气偶像男团 Yunique Yunique男团是通过M Countdown节目首登舞台 随后在2014年9月15日写单曲《Falling in Love》正式出道 大家好 我是Yunique 今天 Yunique男团这五个帅气小鲜肉将在出道单曲 跟大家聊音乐聊友情 他会一起走进华乐场 展现他们青春活力较急的另一面 还想什么 赶紧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Vivo智能手机 MTV新派 欢迎各位来到Vivo智能手机MTV新派 乐想及时乐想生活 今天请到的这几位大男孩 他们有很多的名号 他们有鲜肉 有偶像 有这个人气天团 欢迎到就是Yunique 大家好 来一起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们是Yunique 耶 欢迎 分别再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在队里负责低音说唱的队长妈妈周一生 欢迎 欢迎队长 大家好 我是在队里负责rapper唱歌的陈寅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在队里负责主唱的大柱子小柱 欢迎 欢迎大柱子 大家好 我是队里的型男主唱李文翰 哇 型男主唱的 大家好 我是在队里负责受唱和舞蹈的高冷一波 I'm falling in love 你让我falling in love 其实心很着急 却不能轻松 像你的温度 I just want to scream I'm falling in love OK 每个人呢都自我介绍完了 其实要说到Yunique 可以说呢 虽然说出道时间不长 但是人气非常的高 有很多的粉丝 而且公司当时 也砸了重金 哇 当时是以亿来计算的 我印象当中你们某个人 不光有自己的名字 好像还没人都有自己的另外一个称号 对不对 对 你在队里外号叫什么 妈妈咯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因为年龄 年龄 太坏了 你是属于队长的老大 对 对 所以你要管所有事情 要妈妈照顾所有的人 对 因为我年龄比他们大嘛 就多照顾一下他们 OK 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个外号叫妈妈 你平时都会怎么样去跟他们管理他们 比如说吃饭 睡觉 都是这个点必须你的 没有 因为我听他们 可以吃饭吗 现在 你听他们的 对 他们命令你 他照顾人的方式 主要体现在他就是 对人很包容 然后他又 他就是像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没人检查家里的灯啊 什么什么东西 没有关 OK 然后他就一个人在家里 把他们全关掉 然后再走出来 大总管的感觉 但是总是慢 总是慢 总是慢 就是他们吐槽 对 OK 好 这是队长的这个外号叫做妈妈 接下来 你呢 我呢 酷 天津浪漫 酷 超可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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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可爱 不是 超嘛 然后大家就跟超 OK 超可爱 不是我是天津浪漫的 天津浪漫的超可爱 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可爱 嗯 我觉得我不是可爱的感觉 但是别人看我的时候 好可爱 好可爱 那你是rapper对不对 对啊 你是要说唱 说唱是要很有型的那种 说唱的时候 我可爱 你是可爱的 他是可爱 是可爱 是Kiyomi rapper 好 OK 这是你了 接下来呢 大肚子 你的特点是什么 我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